在超商购买商品的时候 店员只要扫描条码 就可以知道商品的细节与价钱 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一个未知物质中含有哪些元素 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先来了解元素分析法 在化学课中学过如何分析碳元素 我们会将代色物与氧化剂一起加热 并将产生的气体 通过常青石灰水 若有白色混浊物 也就是碳酸钙沉淀 即代色物中可能含有碳元素 但是这样的方式 却已经破坏了原本的代色物 若代色物难以取得 如火星表面样品 太阳成分 或者数量不多不可破坏 那该如何知道 其组成化合物的元素呢? 我们来到西元1666年 此时牛顿发现 太阳光金三棱镜的折射后 可呈现彩色光 为光的色散现象 也就是发现白光不单纯只是白色 而是可以分散成多种颜色 以称为光谱 除了太阳光之外 开始有人针对不同的光 进行分光方法的研究 与光谱的分析 在西元1814年 普朗和斐利用光炸组成的分光仪 成功观察到太阳光光谱中的暗线 称之为普朗和斐谱线 并推论在太阳光光谱中的暗线 是由在太阳上层的那些元素吸收所造成 有些被观察到的特征普线 则是地球大气层中的氧分子造成的 在19世纪 除了普朗和斐普线 氢原子光谱线的研究 也是令人嘖嘖称奇 西元1853年 埃格斯特朗 观察到氢原子光谱线的可见光部分 证明与夫朗和斐普线相符 精确测量了它们的波长 也发现光谱中不连续的特性 1885年 瑞士数学教师巴尔默 运用了上述的精确测量结果 推导出奠基于实验数据的巴尔默公式 描述波长的共同规则 随后更计算十条紫外光波段的谱线 也得到与实验几乎相同的结果 人们为纪念其贡献 将该系列光谱称为巴尔默系 而1889年 瑞典物理学家瑞德伯 提出表示氢原子谱线的经验公式 瑞德伯公式 完整且清楚描述氢原子光谱的波长表现 一直到1953年 氢原子光谱逐渐完善 而此时对于原子的结构 建立于1909年拉瑟福散射实验 在实验中可以得知 原子的大部分质量与正电荷集中在很小的区域 电子则包围在区域的外面 实验结果不同于1904年 汤姆森提出的葡萄干布丁模型 更为接近童年日本物理学家 长钢半太郎所提出原子的准行星模型 称为半太郎土星模型 长钢半太郎说明电子的轨道就像土星环 是从苏格兰学者的土星环稳定理论获得的灵感 它的模型是基于 跟土星环稳定性的类似解释 并提出了两个预测 一个质量极大的原子核 类似于极大质量的行星 还有电子环绕原子核 并且受到电磁力束缚 但是这样的模型仍遭遇两个困难 稳定性与原子光谱的不连续性 根据模型电子 因为电磁力束缚 环绕原子核进行等速率圆周运动 但是当电子应受到电磁力 具有向心加速度 而进行等速率圆周运动时 理论上会辐射出电磁波 此电磁波光谱则应该为连续性 而持续不断释放出能量 电子会因减少力学能而缩短半径 最后不稳定崩溃 但这与物理事实不符合 目前可以发现 原子是稳定存在的 且观察到的原子光谱 为不连续光谱 这时出现一个令人惊艳的人物 波尔 结合部分古典与部分量子理论 建立波尔氢原子模型 假设电子并非任何轨道都可以稳定存在 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轨道 才能够让电子稳定进行运动 也因为如此 位在这些稳定轨道上的电子 所具有的力学能也呈现量子化状态 而波尔将电子在这些轨道上的移动称为 月迁 从低能量的轨道 月迁到高能量的轨道 需要吸收能量 反之 从高能量的轨道 月迁到低能量的轨道 则会释放能量 吸收的能量可具备三种形式 分别是热 电 光 释放能量的形式则只有光子 因为原子所具备的力学能 微波连续性 就像阶梯一样 所以又把这现象称为原子能阶 因为不同元素中 直子数的不同 能阶的表现也完全不同 若可将各个元素的能阶计算出来 当我们让原子吸收能量 月迁至高能阶后 再回到低能阶 侦测其放射光谱 就可以对应到为何种元素 可以看出光谱的外观与性质 和条码高度相似 虽然 波尔并没有对于其原子模型 更完整与深入的解释 但原子能阶 仍是波尔模型中的创举 让原子模型往量子理论 跨近了一大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光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牛顿的色散现象 光谱学是目前科学上极为重要的应用 例如分析物质的元素组成成分 且光谱学的研究推进量子理论的发展 我们常常看到 烟火有很多种颜色 这是原子光谱的颜色吗 还是火焰的颜色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期待看到你的想法 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